在当今世界各国 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当然是元帅头衔 能获得一个元帅军衔非常难能可贵 中国有十大元帅 前苏联斯大林是大元帅 美国的五星级上将也相当于元帅 然而有一个人 注意人类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 获得了七个国家的元帅军衔 他叫阿瑟维尔斯利 有个更嚣张的称为叫威灵顿公爵 他出生于1769年的英国 说来很不光彩 他的第一个军衔是买来的 但这不影响他成为拿破仑的克星 1813年在维多利亚战役中 威灵顿率领反法联盟军 第一次打败纵横欧洲大陆无敌手的法军 他因此被英国授予了陆军元帅 1815年 在文明世界的滑铁卢 威灵顿再一次打败拿破仑大军 让世界征服者拿破仑彻底成为历史 威灵顿拯救了整个欧洲 法国 沙俄 普鲁士 西班牙 葡萄牙 和荷兰等六国 纷纷授予他元帅军衔 在英国国内 威灵顿的威望也在继续飙升 他本来是个军人 凭借战争的威望 后来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比丘吉尔可强多了 丘吉尔虽然带领英国 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却输掉了首相大选 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丘吉尔是有治国之才的 却丢掉了首相职位 事实证明 威灵顿并没有很好的治国之才 当上首相后 被英国的两党制搞得焦头烂额 无所适从 威灵顿也大师名望 于1852年去世 享年83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